来自于河南农村 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二女儿 妹妹我们都对不起你 知道你还活着就行 知道她现在在活着 我能看上她一眼就行 对情伤骨肉 她为何有如此的内疚 她对女儿到底做了什么 有请 你扶的这位是谁啊 是你的妈妈 妈妈那么年轻啊 来妈妈坐 手里拿的什么呀 这个是我二女儿 整过的小枕头 二女儿 这是大女儿 这个大女儿 那就说今天你们来找 枕头的主人 你妹妹 妹妹什么时候丢的 我这个女儿 我有十七年没有见过她 十七年 对 她丢的时候多大 九岁 九岁 当时送走的时候 她得了很严重的病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死的 说起这个女儿呢 就是在她满月的时候 我们农村 家里长辈嘛 想要个孙子 刚好就是她爸爸的表姐家 是两个儿子 想要个女儿 然后就把这个女儿过去给她表姑 在女儿六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她表姑父的亲戚来到我们家 跟我和孩子的爸爸说 你们看看孩子 她爸爸我们两个 就放下着农活嘛 跟着那个亲戚 第一次去了她表姑家 我们到她表姑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我进了屋的一刹那 看到我的女儿 我当时就脑子一片空白 我的女儿 就是侧躺在那个床上 床前放了一个盆 盆里面有半盆的沙子 那个血就顺着孩子的鼻子 不停地往那个盆里流 我当时就哭了 从那一刻起 我就下决心 把孩子抱回家 等到后半夜 孩子的血渐渐止住了 我就跟着孩子的爸爸 我们背着孩子 走了四十里的路 到家的时候 我们就找我们的村里医生 那很偏僻的 医生看 他说 你这孩子没什么大病 就是普通的流鼻血 给弄点药 吃吃 吃了药以后 第三天 孩子是好了 那一段时间 是我们家 也是我这一辈子 最开心的时候 当时我家的大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 都在读小学 我这个儿女儿 非常想上学 我就用他爸爸的那个旧挂子 给他缝了一个黄色的小书包 送他上学校去 三个孩子就快上学 就快放学 我想孩子病好了 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后来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在学校里 小孩玩嘛 推推长长 给他摔了一跤 然后那个胳膊嘛 就碰到那个课桌上 摔破了一块皮 谁知道就是这一块皮 他就流血不止 在我们那个村里的 赤脚医生那里 给他包嘛 怎么包都不止血 用那个就是纱布 给他缠得紧紧的 就是很紧很紧的 缠勒住 那个校长 还有那个老师 就跟我们说 这个孩子这样 在学校里 太危险 还是回家吧 从那以后 就是我的二女儿 就是退学 在家里 那时候家里没有黑板 就跟弟弟两个人 在那个窗户上 叫妹妹写名字 妹妹很乖 就躺 就那样 趴在那里这样看 也不说话 也不捣乱 就那样静静地 在那看着我们写作业 我知道他很想上学 当时我们家呢 就是山姆水田 收的粮食卖掉 就也就一千多块钱一年 这个病没有去治吗 因为没钱是吧 治 治了 借钱 开始的时候 医生也没说什么病 就是买一大包大包的药 去回家 就说 这个孩子要常年吃药 必须一天擅吃 不能间断 我们就那样给孩子吃 开始吃的是西药 后来就买了中药 但是 吃着吃着还是会发 因为他那个血是止不住的 两个逼宫堵住了之后 就从嘴巴里的那样 很大狗的大狗的吐出来 一个小孩的身上 应该有多少血在那里那样流 每一次到孩子犯病的时候 就是他爸爸我们两个 就是最难过最伤心的时候 记得第三年 每次孩子犯病很严重 我抱着孩子 就坐在家里 头就整在我这个腿上 一般的小孩子生病啊 就要么哭要么闹 妹妹就很安静地 在妈妈怀里躺着 就这样躺着 然后那个血就这样 往下面流 血就剩着我这个腿往下流 那时候我们家 说一瓶如洗 比一瓶如洗还不如 爸爸妈妈为妹妹治病借钱 我跟弟弟那时候 就不要说买新衣服 就是一颗糖 我都没买过 弟弟那时候小不懂事 人家那个甘蔗上面 就烧的那一部分嘛 就是不要了 扔在地上 弟弟就捡起来给吃了 然后我回去跟爸爸说 爸爸都是很生气 哭着打 哭着把我弟弟给打了一顿 他说我们现在给姐姐吃病 是没钱 但是你不能吃人家吃送的东西 你 没你 没你 那个时候 已经欠了三万块钱的债 怎么想到要把孩子送人呢 我们后来到选医院去的时候 那个医生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医生 他说 你知道孩子的病我们都没见过 你去找那位老医生看一看 我就跟孩子的爸爸 找到那位老医生 那位老医生给孩子检查 他说 要么 你回家准备三十万 你到北京的大医院 去看看 那爸爸 我问了那个医生一句 那我们要回家 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他说 这个孩子到临终的时候 会蹊跷流血 死 当时我们 起不来 我们俩抱着孩子 就在那走廊里 坐了好长时间 医生说是败血症嘛 败血症在我们那里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俩抱着孩子 就往回走了 一路上 我没有说一句话 我就感觉我这孩子快没了 一二天找孩子的奶奶 过来看孩子 她就说 这个丫头怎么这么难养 换换地方 说不定能逃出一条命 我当时抱着孩子 坐在那里扑 听到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我好像就感觉有一丝希望 刚好那时候 她的小姨跟小姨父马 在广东打工 她爸爸我们两个商量商量 看孩子能不能逃出一条深路 孩子走的那一天 他不知道去干什么 我就告诉他 我说爸爸带你到小姨那去 他挺高兴 孩子吃好饭 走的时候 我抱着孩子 亲了亲他的脸 我跟他说 我说娟子 你到小姨那以后 你要听话 以后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要乖 都要听话 他很高兴 他很高兴 妹走的那天 姐姐知道吗 我们放学的时候五点多 天都已经黑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 没有看见爸爸跟妹妹 我就问妈妈 我说 我说妈我妹去哪了 我妈说 那个表姑家想孩子了 她说 表姑家想孩子以后 她又把孩子给接回去了 妈妈为什么那时候 对女儿没有说实话 当时这两个孩子还小 不想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苦难 对 孩子到那儿上小姨家了吗 不知道啊 十点左右 他爸爸回来了 回来了 爸爸怎么说 他说那边有个庙 很大 他带孩子过去 看到那庙里人很多 他把孩子 放在那庙的边上 画在那边坐着 他说 然后 他就躲在后面的小四童边上 一直到天黑 看到一个阿姨把孩子带走了 当时脑袋嗡了一下 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人生第一次当中 我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他坐在床边 我说 你怎么那么狠呀 怎么把女儿给丢了呀 金海秀一直以为 丈夫带着生病的女儿去广东 投靠她的妹妹 没想到的是 丈夫却把孩子遗弃了 她无法理解 丈夫的行为 她责怪丈夫 太狠心了 从此 女儿的安危 成为这位母亲 无时无刻 不曾放下的牵挂 我新的女儿 我想后悔 万一还有什么意外 还不如在家里呢 至少我能看到她 我托我妹妹 我说孩子被她放在了广东 我说你在那边打工 你有空帮我去看看 帮我找找 后来半年以后 我妹妹写信跟我说 没有任何消息 第二年 她爸爸我们俩上了 出门打工 把账先还了 然后我们找女儿 我和爸爸亏欠她太多 求她原谅我们 要对孩子说对不起 不管孩子怎么样 不管她现在在不在 我们都要找 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在江苏那边听到消息说 她表姑家的大孩子 也得了这个病 跟我们娟子是一模一样 我们知道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也在上海看病 我们俩就买了车票 到上海去看看这个孩子 他们家那儿就有过敏源 是吧 不知道呀 孩子 后来走了 没了 没了 上海没看好 我就想起我的女儿 害怕 我非常害怕 我想我的女儿 不知道现在在不在 她会不会也是 叫君子那样没命了 到女儿初中毕业的那 那一年 我就跟她说了实话 她的愿望是想学会计 上个绩效 我就跟她说 说我们家没那个条件 我们要找她 这辈子 是你爸爸和我做的 最大的一件亏心事 其实那时候 妈妈有问过我 她说委不委屈 我说我不委屈 我不上学没关系 我还有爸爸妈妈在我旁边 妹妹在外面 不知道能不能穿得暖 能不能吃得好 那个病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有没有 就是说人家好心的人 给她看病 不知道是死是活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就是爸爸在天堂 走的时候肯定是对女儿 无限的牵挂和内疚吧 到一零年的时候 刚好女儿怀孕六个月 那天女儿回娘家 看到女儿怀孕我们都很高兴 爸爸我们俩说大女儿好了 等孩子毕业我们就去找 不管到那里我们是打工也好 要饭也好 我们一定要把女儿找到 我们这辈子困陷的太多 说这个话的时候 不到十天吧 那天中午她爸爸回来 那天哪儿 头上就是黄豆大粒那么大的 汗中往下掉 她跟我说 她说我这心口疼 她说 赶紧叫了车 给她送到抢救室 那她爸爸就再没醒过来了 她病了后来是 心急梗塞 心急梗塞 嗯 我不敢相信孩子的爸就这么没了 女儿还没找回来呢 你怎么能走了呀 我说你把我认在这扳道上 我该怎么办 那几天不知道怎么过来 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孩子问我 我说妈 我问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 那我爸爸是不是有什么心愿呀 那你怎么这么说 那我爸爸你走的时候眼睛没闭上 那个医生帮着你 我说你爸让你找姐姐 你这个姐姐在外面不找回来 你爸爸 是他一辈子心里的遗憾 弟弟今天也来了 弟弟请 请你上来 你好 你好 坐下孩子 弟弟 现在工作了吗 已经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 对 希望今天找到姐姐吗 希望找到姐姐 妹妹你也得做好这样的准备 因为女儿的这个病 确实比较罕见 我知道我这个女儿很苦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就希望她在那边今天能看到 妈妈来找她 对 送出去的亲情 你会觉得她烫得让人接不住 但是把孩子送出去 其实也就把她们自己这个家 捆绑在了一个道德的枷锁当中 亏心这样的词可能是用在 其他的方面 但是她用在对她女儿上面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找到她 像这种算仪器孩子吗 是一种仪器的行为 这个按说呢 它是构成犯罪的 当然她这个家庭的这个经历呢 非常让人同情 她的主观动机呢 可能是想看看孩子能不能 被人受养之后 能给孩子治病 但是呢 总体来讲 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触犯了法律 当然她这个事情 已经过了追溯失效了 而且情节 情微 是可以不处理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树东他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请 亲海秀大姐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传者书东 您在我们栏目的荣媒体平台上的 寻人暴宫求助呢 我们收到了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啊 当年这个丈夫呢 是把孩子送到了广东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找了一位志愿者 他叫做花飞舞 根据您的线索 根据您的线索 您的孩子是1999年丢失的 现在26岁左右 曾患有血液病 会是我们进行的相关的寻找工作 同时也在宝贝回家寻真网上 进行资料比对 希望您的孩子也在找您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批助者打开 好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找到孩子 找到孩子 要完成他爸爸的遗憾 我这辈子 从给他送走那天开始 我没有在身旺当他再喊我一次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如果孩子不在了 如果孩子不在了 我希望她在那边今天能看到 看到妈妈在找她 她能原谅妈妈当时的错误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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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点叫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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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来妈妈 把小女儿放过来 你今年多大了孩子 我今年26岁了 你后来去了一家什么人家 我去 我后来是 我爸爸把我带到 那个寺庙的地方 然后爸爸嘱咐我说 坐在华堂这里不可以乱跑 他说去买东西 我就坐在那里 一整天都不见爸爸来接我 等到那天 晚上六点多 经济库阿姨跟到了我 就把我收留了 那个 后来又回到寺庙了吗 后来一直就跟到那叔叔阿姨 一直住了七天 住了七天后 我就一直等我的爸爸来接我 这次他们没有 后来就清洁工叔叔阿姨 就把我送到了警察局 警察叔叔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 一直到现在 妹妹我问你啊 就你那个病后来再犯了吗 在 2004年还是有犯 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虾 我就嘴尝 那次过年福利院就加餐 加了虾 我就偷吃了一条虾后 那天晚上就 雪不止流鼻血 全身出现出血点 还有浴巴 福利院的叔叔阿姨就把我送到医院 救治的时候 医生诊断说 我是特发性 减少性血小分子 对 那个时候还诊断 我胃内出血 在医院救治了一段时间后 医生先打病危通知书 说这个小孩我们无法救治了 你们还是带回去 等他的命运转变吧 但是福利院的叔叔阿姨 依然不放弃对我的治疗 就在福利院叔叔阿姨 他们精心地照顾下 医治下 我就慢慢地看护了 感谢福利院叔叔阿姨 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 才有了今天的我 谢谢 谢谢 刘东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就想跟阿姨说的 因为现在孩子大了 身体健壮了 抵抗力强了 而且知道有很多一些 可能过敏的东西 他不去碰 这里给你们带来了一张 是2014年 他最后一次发病 当然那次不是特别严重 治疗之后的出院记录 你们可以看一看 可以说是福利院的叔叔阿姨们 帮你们养育了一个 健康的女儿 我在这里谢谢 在福利院里 曾经的病孩子被取了新名 生小翠 正像名字寓意中的勃勃生机 小翠顺利长大 可是缺失的亲情 却成为心中无法替代的创伤 孩子 你长大了 你恨爸爸妈妈吗 我小时候有恨过 直到2004年 那次我的生病大发作 我也知道他们 为了救治我的病 所以我现在 不得冤恨我的爸爸妈妈了 想进自己的所能 与姐姐弟弟一起为妈妈养老 我不想妈妈的晚年 心里留下任何遗憾 幸福的妈妈 妈妈在这两个 坐在那里一直哭啊 小翠儿 对 我有看到 内疚啊 对 以后你要笑着 现在还在福利院 我现在是福利院的一名护士 哦 我想征求妈妈的意见 如果妈妈允许的话 我还想继续留在福利院 为那些老人儿童服务 好孩子 擦掉眼泪的时候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不是苦水 这是幸福的泪水 来祝福他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念平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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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内 家有病儿 就算有种种无奈 但是一气孩子 依然要受到社会的谴责 而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救助 让这个曾经垂碑的孩子 焕发了心声 现在 他又把这份爱 继续传递下去 让我们相信 真爱的力量 是可能创造奇迹的 谢谢 谢谢 他爸爸在的时候 我们一家没有照过一张合影像 有个孩子在外面 不能团圆 今天孩子回来了 我也想要的他爸爸 没经历 有什么事 还 挺有事